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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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4月最後一天 5月的長假期開始了 澳門說有很多人來入境觀光 我現在看二市亭前地的確是周圍有很多人聚集 我覺得旅客佔大部份 本地人都會有的 或者有些外籍的家庭用工之類 都有很多人 夜間入夜至9點 這裡仍然很旺 我看到遠處有些店舖 多邊也是 新馬路一帶 但是商業活動都未停止 不過有沒有人去消費購物 就不太清楚 我想也有些人會去看看 有些人會去消費購物 來到新馬路的巴士站 華潮永恆行的巴士站 你們都會看到排列大隊 乘搭的巴士 鄭仙呢 我也聽到有一些旅客 應該是廣東的旅客 也有提過 澳門 以前有一句說話 叫 金舖多於米舖 約航 也不少 現在就是講解 有幾間 那裡也有幾間 有幾間 入夜呢 其實呢 可以較為難清 那 那 今天呢 好像說 大三百一片 有些人前限制的措施 那 我也免得去看 那個現場環境 上去過一次 都逼到爆 所以不要去 這個方向呢 就是由那個 營地大街的方向 走進去 二次的原地 其實都看到這個 新浦經的建築 那 那 澳門呢 有一個打卡店 在那個東亡陽新街那裡 也是兩條 就是一條大路 兩邊是 一些比較舊式的建築物 中間呢 就是看到這個 新浦經的建築 這麼多人都在那裡打卡店 那 其實我住那一頭 那 實在遊客都很多的 我個人就覺得有些影響 居民的生活 好了 來到這裡 都很多人在這裡 可能 晚餐後呢 就來到這裡 休息一下 那 去到那個 前方呢 馬漢附近呢 人潮都幾多 都看到 其實這裡呢 那些店舖 都陸陸續續 關門的了 晚上 已經營業時間過了 但是 旅客呢 仍然都是很多 我想 遲些都會 散去的了 因為都入夜了 那我今天的報導 就到此為止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